這個詞,因為信仁河放電,他同時會把海馬盒抓住 所以創傷症候群是什麼? 我要想解釋你的放電是好還是壞 放電是,我們信仁河本身就會放電 可是它的放電很像癲癇 而癲癇是更強烈的 那他們使用這個詞 有一些書籍使用信仁河大量放電 信仁河劫持 那個劫持是把你綁住了,讓你無法使用錢而已 如果你創傷症候群更嚴重 像我自己好了 可能我母親給我一些壓力什麼的 然後否定我,所以我開車的時候 有一陣子一摸到方向盤我就哭了 因為對我來說,我會把蚊子看成大象 我摸到方向盤的同時 腦中會不停的出現他對我的否定 所以有一些人被否定 他如果健康一點的話,他等於 我現在被打是被打一拳 可是如果你創傷的話是等於你24小時 對,都有人在打你 都有人在不停的說 你很爛,你很糟 尤其是你能量降低的時候 那你會變得站不起來 所以像現在那個唐平族也可以這麼做解釋 那很多人會說 我還是覺得心理治療比較有用 我必須講一個故事 這是一個英國監獄他們做的實驗 他們把一群一兩百的青少年 用語言的叫化 大概百分之十八可以被叫化 可是他們加入營養健康的食物之後 五六個月百分之八十以上可以被叫化 所以我想說 我不排斥說我們需要心理分享 當然會有一些摧彩術 共鳴安慰 可是那個幫助了百分之十幾個小朋友 等於有百分之七八十個小朋友 他如果有食物的介入 可以更讓他完整 不那麼暴躁 不那麼亢奮 更加穩定 更加可以接入接近社會 對,這是更重要的 對 可是